那做完以後我們再要做的就是塗層的設定 那塗層的設定剛剛跑到這邊嘛 OK 那這個做完我跟各位講 在做的同時如果你做完 你一定要先做一個存檔的動作 Save us 就是說我存不一樣的名字 存到哪裡都可以更改 你把它存在哪裡呢 我隨時存啦我不要放在這個柄 我放在306好了 因為我的區域 所以我說我盯各位要帶一個隨身碟 真的沒有隨身碟你一定要帶什麼 你一定要帶在 帶一個東西在你的 譬如說你的傳輸線 我會這樣編 30601 儲存應該會編02 01是簡介 我編02好了 那就儲存 0101 圖檔是01 好 那這樣之後來 開始要設定圖層 那圖層它很簡單 就照這個 我想這個每一套圖都一樣 所以一個指令就是LA 叫Layer Layer之後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開始 這個叫新建圖層 你可以按Auto N Auto就是那個鍵盤 在鋼琴鍵盤 右邊那個 我們叫Auto N 那你沒有的話 你放在這地零層 來複製地零層的條件 那我就從這邊開始 先建第一個 第一個我叫TEXT 記得大寫 同學這個圖層名稱 不要把它翻譯成中文 這個有圖層交換的意義 我跟各位講 秉級檢定的話 他寫什麼就是做什麼 不要去問為什麼 等到語級 他就不限定了 考語級的時候 圖層名稱 你可以有 做圖層交換的能力的時候 不管 那你現在是個基礎的匯除員 你必須遵照所有圖層的規定 他目的只是這樣 不是說 我不能翻中文嗎 我不能用中文文字嗎 盡量不要 好不好 當然你有自己的看法 還有人說 我不用圖層來畫圖 千萬不要 我不是說不能畫出來 你那個只有自己畫自己爽 不能跟人家交換 好 這圖層的意思是有交換 譬如說你跟電機技師交換 你跟結構技師交換 你跟他講我什麼圖層放什麼 他就比較好抓 了解吧 所以照他的英文名詞 不要去改 那我習慣上TEXT完 他是紅色 紅色 在1號 這裡就1號 你習慣那個類別 這個什麼版本都沒有差太多 只有外圍那個什麼什麼 小小的變化而已 那紅色 線寬0.25 那線寬齁 其實我不太建議這邊設 不過他規定我們就照設吧 好不好 設定完了 第一個 從這一組繼續下去新建 他就會複製上面這個性質下來 好 再來DIM DIM他是青色線 4號 好 確定 然後他是0.15吧 我記得他是細線 其實0.15我都覺得不夠細 不過可以了 他算細線 我們線條大概有四種 大致分為初中細 那中的又分為 那個中線條又分為初一點 中線條細一點的 大概四類 至少四類 好 然後 標注標注線屬於細線類 好 這個設定完之後 再來DW 門窗 再設定他 好 這DW Door and Window 那其實外面他還會分門跟窗 3號 他有的門是一個塗層 窗是一個塗層 這都不一定 好 0.15 再來Hiden是曲線 用藍色 一樣 從這邊 HIDDEN HIDDEN 然後呢 我選擇線型 剛剛已經載入了 HIDDEN 確定 我比較喜歡ACAD那一組線型 他的比例跟著ISO在走 那這次檢定就沒關係 就照他吧 我們照規定 我能夠匯出他要的圖形 還是0.15 其實曲線有時候是中線 他把它在這個定義上 他叫做細線 你就照著他做 不要懷疑太多 那在下一組呢 我從這邊複製好了 下一組叫什麼呢 SATION 剖面線 對不起他的大寫 他大寫我都跟著大寫 SATION是黃色2號 在檢定裡面他認定黃色都是出現 有沒有 這就不會是0.15了 黃色是0.5 這做完之後 SATION完以後 Finish是粉刷線 他用9號線 好 那我從這邊再設定一個 FINISH FINISH 又變小寫了 FINISH 又變小寫了 FINISH FINISH 我用9號 9號 這是9號 在這裡喔 好 確定 確定完之後 他的線寬是0.15 好 那Finish完了以後 叫HATCH 這叫剖面線 就是剖面符號線 認真講 那我從這邊再設定一組 這叫剖面符號線 剖面符號線的話 我們就用HATCH 這是跟我們那個 糟糕 HA 其他大小姐都 這是跟我們那個HATCH的指令很像 那他用什麼顏色呢 他用11號 10 11 10在這裡喔 11在這裡 可以齁 那他不是 他是0.13 他還更細 好 HATCH做完之後 Project投影線 我說過投影線嘛 我們 那天在講302的時候 那個投影線用Project 那 他是英文名字 P-R-O-J-E-C-T Project 那是連續線 然後他是171號線 那171在哪裡呢 各位看嘛 162 161 171 170 171 173 172 172號線 他現在 這個新的變化都是 玩這個而已 沒關係 你就慢慢找 172找到了 欸對不起 171 我看錯了 171在這裡 這裡 好 確定 紫色線 那線寬多少呢 0.25 你就照他的設定來做 這邊設定完 萬一你那個出圖形式表 忘記設線寬 他會抓這個 知道嗎 那我們出圖形式表 昨天不是有設定什麼 顏色什麼線寬 有沒有 好 那個CTB 有沒有 CTB檔 好 那他就是這樣做 好 Project完以後 Handrail 都一樣 再來 最後一個 Other Other 他是白色 7號 好 確定 他是0.15 好 這個時候我還會再抓一個什麼 你知道嗎 柱心 柱邊 對不對 好 那像這個我就會 所以我就會再設定一個 譬如說叫Sketch 齁 或者是 Wall Center 齁 譬如說 C EN TER 這大大寫我就沒關係了 你可以自己設定 DASH 我這個叫C的 齁 奇怪我要打大寫 怎麼又變小寫 這個有時候 我們不像外國人 在打鍵盤的時候 是可以不看鍵盤 我開開鍵盤 就沒有看到螢幕 齁 那這個什麼顏色呢 我說過 我這個顏色 我要弄一個比較 讓我看得清楚的 齁 那要這個也可以 那主要的目的 我在這邊 不要列印 這個要打上去 不列印的時候 你萬一忘了 把塗層關閉 也不會影響到列印 也不會出塗 好 那這邊大概就這樣 線寬多少 對我來講不重要 齁 我沒有要出塗 齁 好 不然中心線照理講 是中細線 齁 好 如果要出塗的話 其實那個牆啊 那個什麼 那個牆線 裡面加的中細線 是很漂亮的齁 好 我再設定一個 這個叫做 CEN DASH W 就是 牆 那這個我就換一個顏色好了 換一個顏色叫 這個好了 反正 看得清楚就好 也是不列印 齁 再來一個叫SKETCH 草線 所以我就說 這幾個是我自己設定的齁 SK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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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 我習慣用這個啦 我習慣用這個顏色 事實齁 個人的習慣齁 這幾個顏色沒有規定 你自己喜歡就好 可以嗎 好 設定完成之後 OK 那把它關閉齁 關閉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些圖層 就應該出現了齁 我們看一下把它放大一點齁 你就會看到 這邊就有 你剛剛設定完的圖層了 有沒有問題 這是圖層上面的設定齁 好 那這個部分大概就先這樣 那你記得做完 都要存檔 我的習慣會 存起來 好 像剛剛301 對不對 那我就30602 存檔 那你在考場的時候 就用你的存考證號碼去存檔 好不好 那給各位一樣三分鐘 喔